小 postal 雪姐 不好意思啊 没约事 师兄让我来看比赛 没关系 我还担心你会无聊呢 没想到你也来了 比赛马上开始了 先坐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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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我了 好 恭喜学长 小学妹终于开窍了 好好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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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店的扫地森大叔说 有一批心闹的材料 你要不要 什么材料 哪一棵 病理学实验 绝对一手啊 我拍照给你看 叔怎么没告诉我呢 来一份 来一份 感觉寂寞及格反啊 出息 加油 人出 加油 这么快 这几句说 学长 恭喜你又多乖了 你怎么没给我加油 本来想嫁来着 但你太快了 我就回个消息 比赛就结束了 我都没看到啊 五十米是有点快 下次你来看四百米的 学长 四百米是蝶泳还是自游泳啊 学长 你也太厉害了 我还担心你胳膊上的伤口 会影响比赛成绩 结果没想到快破纪录了就 先走了啊 你胳膊没事吧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有比赛 你怎么能让学长受伤呢 万一影响了比赛怎么办 我没想到 这是我和卢婉婉之间的事 与你无关 学长 我也是好意 是他说他跟你不熟的 熟的 我们是朋友 这些小饼干你先拿着 回头我给你做正儿八经的甜品 我有正儿八经的东西要给你 什么呀 上次陪孟喜白给王智宇买礼物 顺手都买了只兔子 兔子 那可是实验室一霸 你们居然真的拿兔子做实验 太残忍了 不是的 你要不要先走 我 学长 我们走 我 我跟你说啊 最近我看了你的电影特别好看 晚上我们一起去看 好啊 谢谢 谢谢 好啊 陆下 陆阿婉 你故意整我